什 什么情况 连自求多死吧 眼睛眯那么小 他又在算起什么 眼睛瞪那么大 他又在算起什么 太子殿下 你今日 又要带臣女去哪里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陛下 不是让太子殿下去查案吗 殿下去如此浪费时间 在臣女身上 臣女还真是受宠若惊啊 若那些刺客的目标 要是花献主 献主在我身边 不就是最大的目标吗 姑又何必多此一举 另寻他处呢 殿下所言甚是 殿下 到了 殿下 您先请吧 臣女身子不好 会有些吗 快点啊 好 但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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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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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花献主 我早时距离 经常带我来这里玩 花县主是否见过 此等场面 居然是打架了 好野蛮啊 顺庵公主 素来仰慕魏将军的风采 魏将军去到边关之后 顺庵公主 就定期去办绝底赛 难怪顺庵公主 对我态度尚可 对啊 花县主会否有 魏将军绝底时的风采 臣女身子不好 不能有这种 过激的行为 我真是可惜了 好 诸位 花将军和魏将军的绝底格斗 如今想起来 都是许多人心中宛如天神般的记忆 今日 孤特帝请来 护国大将军 与长安侯之女花县主 亲自担任本场裁判 又是他 古灯热烈欢迎 我帮你我功就好了 不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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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我做 不行 花县主如此娇弱 太子殿下怎么能带他来这么危险的地方 孤只是让花县主当个裁判 安安稳稳地站在上面即可 那也不行 那也有危险 孤说没有危险 怎么就没有危险 那一会儿历史打起来 怎么能顾得上旁边的人呢 花县主要是逼之不及 受伤怎么办 嗯 花县主 孤相信 受花家门风熏陶之人 且无论身体如何 内心必然果敢刚毅 花县主若是连个裁判都当不了 大家恐怕会对两位将军有所失望 口口声声将我爹娘架在那里 够狠 看来他今日是不会放过我了 既然如此 那臣女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只是臣女身子不好 所以 来吧来吧 好 国心主 小心啊 敢问二位历史的姓名 小的名姓 无足挂齿 开始吧 华县主 小心啊 华县主 那两名历士怎么一直在靠近花琉璃啊 这不是欺负人吗 太子殿下也太吓人了 他为何这般折磨花琉璃啊 折磨啊 太子殿下做得真好极了 天哪 怎么样 你们小心点呀 你有没有看清 刚才好像是花琉璃处的角 是吗 不过我的确也看不太清楚 这个花琉璃肯定有问题 华县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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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啊 华县主 华县主 那别 华县主 不行 赶紧给我停下来 华县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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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 华县主 华县主 小心点 华县主 小心 既然你不是 可就不要怪我不义了 华县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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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是好身手